相信你一定聽過追星盤讀書 但是你可能不一定非常的了解 那現代人因為久坐 我們要坐在辦公室前面 太久了6至8個小時 或是因為你的工作需要彎腰 班重 或是長輩有些抱孫子的一些動作 那我們這種往前彎腰 拿重物的一個行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模型 這個是前面 這個是後面 我們如果往前彎腰 抱太重了 其實就有可能會造成 裡面的壓力過大 而使追星盤裡面的液體突出 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啊 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發炎物質 萬一它破裂了 你的神經就會嚴重發炎 甚至啊 它會壓迫到我們神經 導致我們的腰部疼痛 屁股痛 甚至腳痛腳麻等等的現象 那萬一得到追星盤突出了怎麼辦 其實有以上三個要點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 你一定要 你以為配戴護腰 可以增加我們的腹內壓 讓我們的肚子裡面比較穩定 你的腹肌 肚子裡面比較穩定的時候 你的椎間盤 就比較不會變得更嚴重 第二個 你要不用止痛藥物 因為啊 椎間盤突出 裡面有很多發炎物質 它是一種發炎的現象 所以你吃止痛消炎藥 其實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哦 第三個 你一定要改變你不良的習慣 譬如說啊 你要久坐的人 你可能就要習慣 三十分鐘要起來走一走 要 平反的更換姿勢 彎腰的人 切記不要彎腰 或是你必須 挺直腰桿 把臀部往後推 做一個比較正確的動作 那如果習慣抱孫子的人 也是知道 我們要 彎膝蓋 以及脊椎挺直 再去抱小孩 這樣比較不會受傷哦 我是寶威師 帶給你更多附件知識 如果你覺得我這支影片很棒的話 或是內容很實用的話 你記得幫我 點讚 訂閱 留言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得到通知哦 那我們下次見 掰哩